那我们再来讲太阳病中的柴湖汤症的四大主症的第四个 其实像这个四大主症 这些比较是 怎么讲 牵涉到太阳病的时候 你就要看有没有这些痕迹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又往来寒热又凶邪苦满 又默默不欲饮食又心烦喜 这样就太好了对不对 不过真的这样子大家梦寐以求的病人 他果然是梦寐以求 就是好像茫茫人海中寻找你的灵魂伴侣一样 就是得知我幸不得我命 所以其他的时候就要自力救济一下 即使是陆小曼也要娶了 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那这个心烦喜悦这一点 首先是单说心烦不一定要冻到柴虎汤 因为心烦我们就说上焦在这个汤症里面 它是因为我们说柴虎症会遇而化火 所以他上焦是闷的热气的 那这个上焦有热气闷在这边的时候 一定就会影响到心神就有烦的感觉 那其实三焦遇火上焦火遇在这边 其实单是一位知子就解决了 所以并不会形成财虎症 所以这个上焦有火遇在这边 它要搭配喜悦这个条件 才能够形成比较像样的财虎症 因为光说心烦的时候 它根本不能当变证点的 因为心烦的可能性太多了 所以用不到 那么为什么柴虎症症会心烦起欧 而且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我们已经上过的条文里面 我们就曾经看到有一些条文 我们说张仲锦用欧兔来标示少阳病 有没有这个印象 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后来什么 没有欧 就代表他没有传少阳 对不对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条文 那为什么邵阳这个区块的病要特别谈到欧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一点点在辩证上面 让人觉得困惑的事情 因为呢 其实哪一篇都可以欧 对不对 就是六经之病 太阳病我们说麻黄汤症会有欧腻 对不对 就是桂枝汤症也有可能 就是一开始中风就有可能 就是会想要吐 所以肝欧对不对 那或者是阳明病也有十股欲欧对不对 然后到后面太阴啊什么哨阴都有可能欧 所以本来欧这件事情呢 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辩证点 但是在张仲敬的书里面 你又同时可以看到 张仲敬很喜欢拿欧这件事情来标示少阳病 那这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两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这样说的就是说 如果是其他经病的欧 这个欧呢 都不太是这个人的消化机能真的有什么问题 就比如说太阳经的欧我们都说 太阳经的欧我们会说 这个人因为他的正气都跑到表面去抵抗病邪了 所以变得消化系统的这个能量都不够了 那能量不够 那吃饭自然就不香 如果他消化系统没力道都不想消化 那你就只好欧了对不对 那比如说张仲敬也写说 如果你是两条经一起得病的话 那一定会吐 因为你两条经一起得病的时候 你的抵抗力一定忙不过来 你大概都没有力气消化了 所以太阳阳明合并的时候 人就会吐对不对 就有这样的讲法 但是呢 这样子的讲法里面其实也在说一件事 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本身没有问题 他只是没有能量而已 能量去做别的事了 所以这个消化系统就当掉了 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或者说太阴偏 那这个因为消化系统本身太美 正在受邪 所以这个这个人可能会拉肚子 或者消化机能受损这样子 但是呢 在柴胡症的这个痕 少阳区域的这个痕呢 是他果真是有一个属于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存在 所以他会痕 所以在我们的临床的观察里面呢 会觉得说少阳病比较会让人感到他的痕 真的是你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毛病在那边 所以会痕 所以呢才会特别拿痕这个事情来标示少阳 那要谈到这个痕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必须要 不是必须 就是最 我想我们比较方便的是 先跳过来看一下69条 因为这69条呢 在解释少阳病这个柴胡汤症的形成 那我觉得这个解释的其实 再看 如果我们就从这个解释来看的话 会比较容易来 比较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 这个 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写 首先他说 他说我们人为什么会 得少阳病啊 他说 血若气虚 凑理开 血气阴入 与正气相薄 结于血下 那 我们想一想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太阳篇 对不对 太阳篇受邪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邪气 不是被魏气拦下来 就是被银气拦下来 对不对 魏气拦下来的叫贵枝汤枕 银气拦下来的叫麻黄汤枕 是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基本上太阳病的世界在刚受邪的时候 是用银或者胃来挡这个病邪的 那 如果说 你的银味都不够的话呢 其实这个血气 其实也就有一点暗示我们的银味 像这样的行笔啊 不止这里这样子写 就像张农景讲到 阳明病的行程就会说 当你得太阳病的时候 你的精益不够 于是呢 太阳病烧一烧打一打 人就干掉了 那干掉的话 整个太阳寒水区域就没有用了 然后就转移阵地 跑到阳明区域去打了 所以就是有什么地方 太阳的地方 不足以构成这个战场的时候 他会转移阵地 那同样呢 这地方讲到血弱气虚 宋本是写血弱气静 静是这个静心静力的静啊 就是用完了 但是当你的气血都不够用的时候呢 那你的这个跟病邪交战的这个战场 就不够了 不够了的话 他就凑理开邪气阴路 那凑理是什么东西呢 那张宗景是有解释的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的这个 我看一下第几页啊 在69页 倒数 倒数几行的地方有一个 商寒杂病论的杂病例 就是我们这个课本里面有的 就是张宗景在讲到杂病的一些原理的时候 他有讲什么叫做凑理 他说凑者是三交通会原真之处啊 就是身体里面的这个元气 从三交这边 把你的身体的元气这样引导的这样的运转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通气的这个缝隙 为气血所住 他的理的话是皮肤脏腹的缝隙 就是他的纹理这样子 所以呢 基本上凑理凑理 其实就已经在暗示人的三交这个区块了 所以当你的血跟气都不够 淫味都不足以 行成战场的时候呢 那就有可能钻到我们身体 淫味之间的缝隙里面 那这些缝隙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交场域了 那就进入少阳区块了 那进来了之后呢 就跟正气相搏结于邪下 就是跟我们的战场就变成 以这个这个地方为主 我想截在这个地方也是有道理的吧 你总不会说刚感冒到脚底去打吧 就虽然少阳奖兵有 太阳胆心有到他们底下 但是我想战场不会说是什么 绝骨穴剧痛之类的吧 就是就是台阶上 因为人受邪到底是比较上半身受邪 所以就是结于邪下 那为什么会结于邪下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西医也有观察说 如果你在小老鼠的这个淋巴液里面注射染料 结果你再去检查发现 颜料全部都堆在这个地方 就是人体这个地方就是会 就是会堆堆东西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 虽然我们说不上绝对是什么道理 但是他就是会堆积 所以就选 大概是选这个地方当作的战场 所以呢 结于邪下 这个人就会邪下感到怎么样 感到不舒服 感到不舒服 那正邪纷争往来寒热 那这个正邪纷争往来寒热 他就就张仲锦的这个说法 比较是说正气跟邪气啊 打来打去 所以就烧烧又不烧 烧烧又不烧 这是张仲锦的一个对于病机的思考 那我想后代的人呢 就比较从这些地方呢 去推阔 说什么哦 这个什么正邪纷争的意思是 推到太阳区块人就会误寒 那推到阳明区块人就会误热 所以就会说什么 邪阳是夹在阳明跟太阳之间的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 看这种条文我们会 会放自己一码 也放张仲锦一码 就是说因为三郊区块是一个 大家都搞不清楚的区块 那所以如果张仲锦在这种地方 写的比较含糊一点 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们会 可能张仲锦是看得出来说邪气 到了三郊区块人会有往来寒热的现象 但是为什么三郊区块 邪阳区块会让人往来寒热 这件事情可能 当年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会有很多推测 什么邪阳阳明转来转去啊 或怎么样 这都是属于推测的 那我想到后代的话 就会比较认为说 到西医比较精密的检验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邪阳区块比较关系的 其实是人的脑子里面的体温的开关 那这样子的话 比较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这个 完全用什么正邪推来推去 来解释这个往来寒热 这也是一个未知啦 我也不敢说它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 只是说我们现在不太能够很确认 它的这个病机到底是不是完全正确 那他说修作有时啊 就是说一阵一阵的 有一个固定的周期的 那默默不欲饮食 其实这些默默啊 宋本还有其他 或者是其他另外的版本 常常写黑黑啦 就是口字旁一个黑颜色的黑 但是即使写黑黑还是念默默 就是中国其他的古代的文献也是这样子 就是写黑字念默字的很多啊 于是呢 就因为这样子闷在这个地方 于是就不想吃东西了 那就是气闷在那边的时候会影响食欲的啊 那他说脏腑相连其痛臂下 邪高痛下故时欧眼 这个地方呢 他说他的讲法就是说 你的身体呢 因为很多系统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呢 即使你的邪气结得是这么高 可是呢 他会牵连到你里面的很多消化机能 于是呢 这个牵连会使得你 就是虽然邪气在这个地方打来打去 可是在 在邵阳区快有邪气打来打去的时候 基本上就意味着你的 整个消化系统的机能都会乱掉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容易吐 就是 所以邪阳病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邪阳区快是关系到 整个人的自律系统的调节 自我调节的机能 那也可以说是人的消化的机能 里面的各种讯息的传导会混乱 所以这个人会吐 那这是邪阳病的一个特征 那至于说什么高什么下 你也可以说你看你看 邪阳的鞋结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闷痛 我的胃在这个地方 你看胃比较高 基本上呢 这件事情我们就放张仲景 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解剖学 相当不发达的时代 你想张仲景 他说什么 这个 心下怎么样 的时候说的是我们肉体的胃 他说胃中有造死 那根本是在大场 张仲景 就是张仲景看起来就是没有挖过人体的人 所以他说的那个高啊下啊位置 我们都会觉得放他一码就好 所以像大罗好万山在讲的话 就是我们就说这个鞋高痛价就是干成皮 就这样子 他为什么要讲的那么草率 那是因为你不得不草率 张仲景本人在这种事情上面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张仲景都不清楚的事情 你硬要替他清楚 其实很勉强 所以当我们刷涵论读的比较熟的时候 就知道有一些地方就混过去就好了 因为你硬要怎么样 你等于是再替张仲景乱掰 那不过呢 虽然我们说这种事情我们不为难张仲景 我们就当一个没有解剖学的中国人也可以治病 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出点呢 就是说出点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斜高痛下这个说法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平行文献可以依据呢 那还是有的 就是在谈胆病的时候吧 这个讲义70页比较偏上面有一个素问 黄帝内经素文的奇病论篇第47他就解释的很好 他说他这个他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病 他是如何特别 黄帝问齐伯说什么呢 问这个天师啊 黄帝问这个黄帝的老师说 我遇到一个怪病 这个怪病就是嘴巴会苦耶 这怎么回事 那齐伯就解释给他说 而且为什么这个嘴巴会苦这个病要刺杨林泉这个穴道呢 杨林泉是少阳感经上的很重要的穴 那这个齐伯就解释给他说 哦 这个 对不起 不是功夫取杨林泉 对不起 我看错了 是下面下面 我讲错了 林书47第19 林书经里面的 那个下礼拜再教 那个 就是说 他就说 有的人是很容易吐 吐了之后会有苦味 然后常常大齐 大齐就是哀声叹气 黄金泉已经谈到胆病的时候 谈到症状病的时候 都会讲到说 人很容易这样的 哎 这样子 哦 那是标准的那个 柴乎少要只是甘草堂症的症状之一 就是人很喜欢这样 哎 那这个 他就说 然后呢 心中淡淡 恐人将补之 就是这个人呢 心中 慌慌不安的 好像随时要被警察抓去官一样 就是因为胆者中正是官决断出言 就是胆金有病的时候 人的心会这样子乱乱的 就是好像很怕有人刺激掉他 好像那种受惊的小白兔那种感觉 那这个 他说这样的一种心情 这样的一种病 要怎么解释呢 他说就是邪在胆腻在胃 其实 为什么胆金有病人会口苦 这个为什么 到今天没有一家敢说一定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胆汁闷在里面喷不出来 所以嘴巴就觉得苦吗 这个 就是 其实 我们谁敢这样讲啊 对不对 虽然我们都知道胆汁是苦的 但是也不敢讲到这么超过 所以 到底嘴巴为什么苦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他有这个症状就好了 就是详细的内容 我觉得身为中医 我们不知为不知 就这样就过去就好了 所以他有什么胆义 谢则口苦 这我就让他混过去了 什么胆义 喷不到肠胃道 就往里面喷 所以你整个人都会发苦 这个 现在谁也不敢讲这种话 他要说 为气逆则 欧苦 那他这个 邪高痛下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 《黄帝内经》里面 你们就看到他是写什么 邪在胆 逆在胃 其实这是一个 很漂亮的写法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邪阳区块 这个胆经管得是脏腹的调节 对不对 那你的脏腹的调节的开关 坏掉了 这整个脏腹会怎么样 就乱掉了 所以邪在胆逆在胃 那他就说怎么医呢 他就说医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呢 他说刺 用针去刺你的足三里 足三里能够补胃 对不对 要能够平降胃气 引气下行 所以呢 刺足三里能够 让这个气能够下来 这样胃比较开 对不对 那你看 小柴乎汤里面 有半夏 有大早生姜人参 对不对 就是这些东西等于都在做 我们刺足三里要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又补脾胃 又让脾胃之气能够降下来 所以黄金内经的这一针 柴乎汤里面有一半的药 在做这一针的事情 那他的另外一针 还有甘草 这甘草也可以算是补脾胃 那他说另外呢 就要把这个少阳经上面的这些 什么地方要放血 然后这样子呢 来调少阳经的虚实 那柴乎汤的另外一路药 这个柴乎 这个结构 柴乎这一味药就代表很多事情 他是调理三交 调理少阳胆经的 那就来代替第二针这样子 所以黄帝内经说的这样的一个 制法跟定基 跟财乎汤证是扣合的非常完美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张栋经这样写 他其实是有一个 这种说法跟语法是有一个初点的 这初点是出自黄帝内经 那我们这样子再回来看这个69条 就会觉得比较能够接受了 就看起来就比较不那么难过了 不然的话我觉得读起来好难过 我觉得在家里面 比如说一开始准备功课的时候 还没有把资料找全的时候 就是明明觉得胆跟胃比的话 胆比较低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熬过来 我就在家里面一开始 还没有把这些原点都找齐的时候 其实很难过 我想要怎么掰啊 我要说张栋经的胃是从胃 他也连十二指肠吃到大肠都算胃 这样子讲嘛 那皮到哪里去了 小肠到哪里去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淡淡然恐人将不知啊 就是这样想要被抓去管 所以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我们找到内经的这个原文的时候 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他就说 不要用柴虎汤来医 他说如果吃了柴虎汤 以后会口渴的话 代表已经到阳明去了 那至于柴虎汤跟口渴跟喉咙干 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 第二个主题再来讲啊 那我们现在先看了这四大主阵 知道这个人的气是怎么样不通 然后如何的影响到他的消化系统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小柴虎汤这个方子 是怎么在运作的 那柴虎这位药的神龙本草经 我们是在讲义第六十一页啊 我现在这讲义就是发的零零碎碎的 同学都是要好几份讲义里面翻来翻去 对不起辛苦大家了 这个 讲义第六十一页啊 我们来看柴虎这位药 为什么 看柴虎不说小柴虎汤整个结构呢 因为 其实啊 小柴虎汤的这个方子 它有这个七个肩症 那他就会 张洞婷就会写说 哎呀什么什么状况 你可以把什么药拿掉啊 然后换什么药下去了 不要什么再加什么 所以都可以外挂药拿掉一些药 所以你会发现 小柴虎汤啊 它什么药都可以拆掉 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拆得干干净净的 到最后呢 只有两味药是不动它的 而完全不会动到的两味药 就是炙干草跟柴虎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要认识小柴虎汤 最主要的功用 我们可以说认识柴虎就够了 那其他的药都是可以加减的 那这个 柴虎这味药呢 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 基本上 小柴虎汤的柴虎是半斤 半斤的话 其实汉朝的一两 大概相相当于今天的0.4两 所以汉朝的半斤 你现在写柴虎汤的药单是3两左右 不过我开金方的话 通常就是乘以0.3 我也不太会乘到0.4 我觉得乘到0.4 感觉药还是有点太大包了 那 不过呢 乘0.3 就比如说 他写 半斤八两 那我就开二两四 那我现在开柴虎汤 开二两四的药单 人家拿到药房 药房不卖给他 就没有人这样开的 那 当我 看到这个 药局说 听到这个药局说 没有人这样开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头有一个疑惑 就是 那现在 台湾人得了柴虎症 怎么办 因为 柴虎症用柴虎汤 要确保这个药有效 柴虎需要开的很重 也就是 一碗汤里面 柴虎不得少于八千 这是基本的规范 就是你少于八千 有没有可能有效 有可能 但是 没有效的可能性 也很大 所以柴虎 它有一个结构 历代的一家 不敢动它 就是 他柴虎是八 对不对 黄晴是三 人参是三 半下半生 半饭碗 半碗 然后一百四七 甘草三 就是无论如何 人参三 半下 人参三 甘草三 柴虎八 这个比例 你是不可以动它的 所以说 如果柴虎 没有比人参跟甘草 多一倍以上 基本上 柴虎的药效 是很难 期待它有效 就是 猫到的也有 但是没有效的很多 而柴虎这个药呢 它可以说 重剂量 跟轻剂量 跟中剂量 柴虎的药效 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 我自己开柴虎湯 一开就是开二两四 就是开足 而我觉得 这样子喝下去 你才可以感觉得到 哇 喝下去是病就好了 那相对来讲 如果是 比较轻剂量的使用的话 比如说 科学中药 对不对 那科学中药 我就会让柴虎湯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吃 就吃了一瓢又一瓢 吃了一瓢又一瓢 就什么时候病才要好 就感觉好像 遥遥无奇 可是 如果你是看准台湖症 你是科尖剂 尖剂是开二两四 分成三碗喝的话 那你可以确实的知道说 我这一碗下去 就可以好多少 第二碗下去就可以好多少 就台湖湯 是一个 要开到那么重 才有那个效果的方子 那这个等一下跟同学讲 那再跟同学讲一下 台湖的伎量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神龙本草经 它这样子写 它说 为苦贫 其实 神龙本草经写到瓶的药味 我们今天来讲 都是微微的有一点凉 当然 你说柴湖 你开到二两四 也没有把人凉坏 那当然是比很多其他的药都不凉 那这个 他说 治心腹 去肠胃中结气 饮食积聚 这个结气 肠胃啊 心腹里面纠结住的气 那可能是郁闷之气 也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功能上的三交所说的这个肠胃里面有很多讯息必须要流动它才能运作啊 那把这些讯息疏导一下 这的确是柴湖的功用 那寒热邪气 那柴湖 它治疗的少阳病就包含这个人的往来寒热对不对 所以使人寒热的邪气的确是有这个意义在的 那另外一个它的效果叫推陈至心 其实推陈至心这句话也可以说在神龙本草经之中就是在标示柴湖这位药不是省油的灯 神龙本草经我们常用药里面另外也只有两位是有推陈至心这四个字的 所以你可以说柴湖它虽然药性喝下去很温和但是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温和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啊这个古方的世界把柴湖汤称之为大阴淡汤 这是蛮好的一个说法 就柴湖汤的药效呢就好像你把一个人用布袋照起来 然后闷打一顿杀了之后埋在水里面丢东京湾 就是第二天因为它死的都没有人知道 就是在晚上月黑风高的夜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晓得 就柴湖汤就是这种药性 所以这种药性之下张仲景后来有提到柴湖汤明炫的条文 为什么要讲 那是因为如果你平常是柴湖正常的状况下喝柴湖汤喝到好 你不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就是张仲景在后面有一条我现在先讲 就是张仲景他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七十三条 我先讲七十三条再回来讲柴湖汤也好 因为七十三条很重要 在颂本就是分成两条好像 他就说七十三条分成两个部分 他说伤寒雨中风有柴湖正但见一正便是不必稀聚 这是第一段 就是说当你是以伤寒或中风就是以太阳病的主阵为前提 如果找柴湖症 刚刚有四大主阵什么七小坚症对不对 七小坚症先不管 这个四大主阵你看到一点点迹象 你就可以考虑用柴湖汤 不必等他齐全不然等不到 也就是说在太阳病的主阵范畴之中出现一点点柴湖症 就要用柴湖汤就可以用柴湖汤 这是太阳病范围里面的柴湖症的抓法 但是这句话能不能通用到邵阳篇去呢 邵阳篇什么口苦腌干木炫 我说有木炫你才有邵阳症吃柴湖汤 这不对吧 所以他这个并不能放到邵阳本篇来讲 纯粹的邵阳症你就要卖闲口苦又木炫 你整套都要有才行 但是在太阳病里面的柴湖汤症的话 是一点点就可以用 所以刚刚说的四大主阵 如果你能够在太阳病中 就是伤寒或中风之中 看到这个端倪的话 就要用柴湖汤 不然的话你光是用柴枝 毛黄葛跟青龙 医不太好 会发现你觉得 怎么上次吃柴枝汤不是很有效吗 怎么这都没效了 所以我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是不是 其实不是 是因为掺杂了柴湖症 因为柴湖症它基本上在太阳病 就刚刚讲的邪弱气劲 这个凑理区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太阳区块漏接的现象 那太阳区块好像这个太阳区块像个烂网子一样 那个病邪它都已经捞到 只捞得起30%的病邪 你轻的30%有怎么用 对不对 所以虽然太阳症很明显 但是你要注意有没有兼证少阳症 所以这是基本原则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呢 它说 凡柴湖症病症而勿下之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常有的 因为柴湖症在太阳病之中非常不明显 所以常常会先吃错药 可能你吃柴湖汤之前 你麻黄汤已经发了三次汗了 那时候你已经很虚了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它说勿下只是一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通常以我们这种初学者 在吃到正确的柴湖汤之前 错误的汤已经喝了很多铁了 那那个时候你已经很虚了 那当你很虚的时候 它说柴湖症不罢子 就它 这个身上虽然这个人已经被搞得很虚了 可是它还有柴湖症 那代表它的邵阳区块还有东西可以打 那就给它小柴湖汤 但是呢 一个虚的人吃小柴湖汤 它会有明炫反应 而这个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 大陆那边的医生在教的这一条的时候 都蛮在意的 就说 大概不同的老师都不约而同的说 你如果 要开柴湖汤 发现那个病人很虚 就是已经打过点滴啦 或吃过西药 退销药 各种做法都有可能 就那个人已经被搞虚过了 那你在开小柴湖汤的时候 一定要